你又可以這樣寫 又是 剛才講的第一個 就是二言之鋒可以這樣寫 不是 企人鋒可以這樣寫 二言之鋒可以這樣寫 雙企人就是好像彼此的彼 你又可以這樣寫 你可以這樣寫 那這個幫字呢 幫字你就要有什麼 你起碼寫成這樣 寫成 變得怎樣 爛下來 就不能夠這樣 這麼流利 人家就說你這個不是了 這是鼻子來的 幫字可以這樣寫 現在這個 我覺得比較難 反而這個 皮字寫得來 你一動動下來 一個弧形動下來 很難 就是 怎麼將這個皮字 因為這個皮字 捏落水是波字 捏落雙企人就是 鼻字 而波字是經常會寫的 海不揚波 經常會寫 波字怎麼寫得來呢 如果是這個 選擇的很厲害 有一種不選擇的 就是這樣